新京报快讯,记者刘珍珠老爷子,走了,新京报记者刚刚从朱旭儿子处获悉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,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因病于北京时间9月15日凌晨2点20分,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有一医院,安翔去世,享年88岁,9月14日上午,网传朱旭去世的消息,新京报记者曾第一时间, 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干部处求证,并独家获悉此为不实消息,据前几日前往医院探视的身边人透露,经过抢救,朱旭当时状态不错,儿子孙女均在身旁守护,可以认出亲友,见到孙女来探望很高兴,朱旭,1930年2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, 1949年毕与华北大学第三部戏剧系,同年进入华北大学文工二团1950年改为中央戏剧学院画剧团,三年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, 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演出过千令人,蔡文基,骆驼响子,请君入瓮,咸亨酒店,屠夫,推销原之死,华辩,甲子园等多部话剧,其中,2012年的甲子园中的姚半仙,是他最后一个话剧角色,朱旭在今年年初新书老爷子朱旭出版时, 曾说,我这辈子身上有这点东西,要是还被肯定的话,都是在北京人艺学的,如果我演的还像那么回事的话,那就是继承来的。 朱旭也曾出演过电影《变脸》、《洗澡》、《瓜沙》等众多文化意义深厚的影片,还参加了《末代皇帝》、《四水年华》、《大宅门》等大量电视剧的拍摄, 他以炉火纯兴的演技为广大观众,塑造了一个各鲜活的形象。 1996年,朱旭与吴天明合作的影片《变脸》,获得第九届东京电影节三项提名,并最终斩获最佳导演及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。 2009年,他又在讲文力自编自导的影片《我们天善剑》,中扮演了《老爷》这个角色。 这部影片又为他拿到了第一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,即2011年的第28届中国电影经济奖评委会特别奖特别影人奖。 北京人一公图